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又来到街角的咖啡店 一个人在往事中凌乱 点亮明头明却没人做对面 有些人不是看不见就不想念 夕阳把雨染着一片脸 隔着窗我抚摸了好几片 说不上并没让我们变勇敢 于是逃避比面对更简单 我们怎么了通过一次就不完 害怕受伤绝对依然留恋 我们怎么了收拾曾经过今天 明明是爱却偏偏要走散 一转身泪水已泛滥 明明是爱却的一个水源 明明是爱却与你暂时速度 明明是爱却的一小小路 明明是爱却的四个小路 明明是爱却的 challenge 明明是爱却的一小路 明明是爱却的一小路 这些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要把云 感觉 云 可怜 不接穿 我抚摸了好几片 手和伤 因为 让我们更勇敢 也许逃避 也面对更健康 我们怎么啦 痛过一次就不完 害怕受伤 却还依然留恋 我们怎么啦 守着曾经过今天 明明是爱 却遍遍遍作伞 一船是泪水 一泛了 我们怎么啦 痛过一次就不完 害怕受伤 却还依然留恋 我们怎么啦 守着曾经过今天 明明是爱 却遍遍遍作伞 一船是泪水 一泛了 一船是泪水 一泛了 一船是泪水 一泛了 你不是过生日去了吗 怎么了 守下 守下 你怎么了 你说话呀 苏云 我在你家住两天行吗 当然可以 要是什么样的 我们在家里的东西 我给你时间搬走 这段时间 我会住在苏云家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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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接我 好 我这就过去 嗯 阿仁 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我觉得你的情绪 好像不太好 是我一直跟进的那个病人 是把幻儿失败了 关于他的治疗方案和过程 我花了好多时间和精力 就在要看到希望的时候 有种事情 突然间 什么都没了 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吧 很多事情 不管你怎么努力 最后的结局 都是你无法掌控的 人生中的很多事情 那就是说 不只是工作的事 还有别的 没有啊 我知道是邱阳的事 刚才出来的时候 我看见邱阳在等你 而且你也知道他在等你 其实 你能想到要我来帮你 对我来说是情高兴的事 不过 我希望你心狠一点 别在这段感情中 再纠缠下去了 就算作为朋友来讲 我也不希望看到你 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 我知道 谢谢你 孟章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你在跟着我吗 是 我想跟你道歉 都已经过去了 对不起 你想好了吗 想好什么 去民政局离婚 盛夏 我知道你昨天很生气 我接受你的道歉 我明白 我也理解 我知道是我自己跑偏了 我正在 努力地把我自己拉回来 我知道我提出了很多次离婚 你没错 盛夏 是我错了 欲望是毁灭的根源 我本来以为这是一个好的欲望 我以为 我可以不需要爱人 我以为我会有个自己的孩子 但我发现我真的错了 包括我的身体 我以为我可以逃过一劫 我可以慢慢地改善好起来 但是现在只会越来越糟糕 包括我的内分泌 这些你都知道吗 邱阳 你了解吗 我 我 我记得你说过 我可以随时提出离婚 你会尊重我 好 我 我们怎么了 通过影子就不完 爱把受伤 害怕受伤 却还依然流连 我们怎么了 守着曾经过今天 明明是爱 却跟天要走散 一阵险 泪水 一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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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大海 不是 素鱼你怎么来了 也没打开电话 我就是来确认你到底还活着没 我不会怎么样的 你就放心吧 你看你都已经跑来两次了 我胖大海没你想那么脆弱 那最好 你看你教我这样的朋友多幸运呀 我又把你找了一个工作 是我朋友的4S店怎么样 4S 现在不都出到6S快出7了吗 胖大海 我说你是不是个古代人 4S是卖车的不是手机 卖车啊 对啊 我费了老大的劲了 我关键也没卖过车呀 万一弄得跟上次酒吧的事一样 到时候还会让你丢脸的 算了吧 素鱼 孟大海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你事都还没事怎么知道不行呢 素鱼 我真的是挺感谢你的 我知道你一直在为我的事操心 但是工作上的事我还是自己来吧 你自己来 你自己来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呀 就以你的性格 你觉得你能找着那种 可以供得上你房贷的工作吗 我知道 我挺让你看不起我的 胖大海 我看不起你 我要真看不起你的话 我那么积极地帮你找工作吗 我问你那点破事 我多少年没见的朋友 我都一个一个找遍了 我一大早兴高采认地跑来找你 你就这么泼我冷水啊 但是你这种帮我的方式 我不适应的你知道吧 你看你之前让我去酒吧工作 你看弄得那么难堪 现在又让我去卖车 我到时候嘴都张不开 你勉强让我去我做不好的 我心里不舒服 话哪里你说什么呢 我勉强你 这事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就是这个意思 我再问你一遍 你去还是不去 不去 不去是吧 好 随便你 素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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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故意要惹你生气的 我是希望自己的事 自己来做出 我知道你给我找的工作 一定比我自己找的要好很多 但那些事我都不会做呀 我心里难受你知道吧 素颜 我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了 行 晃大海 算我去做多情 你以后别再给我找麻烦了 不是 素颜 素颜 不是素颜 你听我说啊素颜 不是素颜 素颜 姑娘 跟男朋友吵嘴了吧 我要有这样的男朋友 我都抽自己两耳过 刚才这小伙子 如果不是你喜欢的人 不至于把你气成这样吧 师傅 我求你了 你能别说话吗 开车行不行啊 又是你们 又是您 你们上次不是说不理了吗 这回我们想清楚了 现在的夫妻就是这样 说解就解 说理就理 拿我明治局闹着玩呢 这证一坏啊 和以前都大不一样了 就像那摔碎的盘子 泼出去的水 说出去的话 什么都收不回来了 我们这回想清楚了 我们会对 我们自己的行为负责 出门左转调节室 但凡经我手办离婚的 没有调节这一关呢 我不怕你 活该你们就撞上我了 过了我这一关 该离的就离了 不该离的 也就离不了 缘分这东西 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 走了拦也拦不住 你们两个我有印象 以前来过对吧 能看出来你们两个 都不是很冲动型的人 一定是婚姻当中遇到了什么 不可调节的问题 才走到这一步 所以说 其实我们两个 不需要调节这个过程 总点需要个仪式吧 两个曾经那么熟悉的人 从此分到扬镳各走各路 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的仪式很简单 你们两个面前各有一张白纸 在上面写上十条 对方曾经对自己的好 或者是优点 这仪式就结束了 放心 我只管过程 不管结果 请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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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心不要再分离 太多爱一直是埋在心底 这颗鱼全部拿出来给你 开始点击 只你的眼睛 也不再漫长 心不再笑 慢慢爱上了你 慢慢离不开你 才发现这世界如此美 慢慢离不开你 慢慢变成了你 都写完了啊 来 交给我吧 我看看啊 看看咱方的 第一条 其实 省略号 我们 省略号 我们看看女方的吧 第一条我们吧 省略号 其实 省略号 我们再看看南方第二条啊 我们从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省略号 所以 省略号 看女士的 其实一开始我们 省略号 当时我和她 省略号 有意思啊 这是我看过 最特殊的一个答案 这么多省略号 你们是把千言万语 都藏在心里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们对这个婚姻的放弃 是有不得已的理由吧 我们两个离婚 是经过渗动的考虑 这个环节 省略号 请您尽快结束吧 好 不过我希望你们是真的想好了 想好了 想好了 结束了 结束了 回家住吧 那是你的家 我今天就搬出来 你姐那边 你怎么解释啊 既然都先斩了 也只能后奏了 需要我配合的 给我打电话 突然一下 不知道该怎么适应 希望你一切都好吧 谢谢 你也是 好 好 我 好 你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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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么了 搬回来住 为什么呀 盛夏搬走了 盛夏搬走了搬哪儿了 她搬跟苏云一块儿住了 为什么呀 你们俩现在到底怎么了 我不是跟你说着 你好好哄她了吗 你哄她了吗 是你不会哄啊 还是她不好哄啊 不是跟你说她过生日上 你好好地把握机会 你把握了吗 姐 你别跟着操心了行吗 我能不操心吗 邱阳 你都三婚了 怎么一点都不长进呢 姐 你真别操心了 你现在都怀孕了 我觉得你这生活重点 可以从我这儿转移了 对了 你那家的装修完事了吧 那放味儿也差不多了吧 你别打场 你把钥匙给我 干吗呀 你跟剩下这样不行 不行 把钥匙给我 姐啊 剩下 剩下不是在吗 我 我回来取点东西 取东西啊 之后呢 之后去哪儿啊 来来 我告诉你们啊 今天你们啊 哪儿都别去了 给我坐下来 好好把该说的话 都放在桌面上说 那么唧唧的 干吗呢 有什么事不能说开的 去 你把你的行李放下来 你干什么呀你 干吗呀姐 你不收拾是吧 你不收拾 我帮你收拾 姐 我们俩的事你别管了行吗 我能不管吗 这混账我还管到底了呢 邱阳我告诉你啊 你都离了两次婚了 你要是赶离这第三次 我 我死给你开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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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疼 姐 姐 姐 你没睡吧 肚子疼吗 我肚子疼 快快快 上医院上医院 来 姐 还好 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 主要是胎相不稳 本身是高龄产妇嘛 在怀验期间 就需要更加慎重一些 所以啊 作为你们家属来说 也要营造一个平和的 人生环境 谢谢你啊 张医生 跟我客气 咱们都是同事啊 姐 不要叫我姐 怀孕的事还是要尽快告诉姐夫 姐现在是高龄产妇 特别危险 万一出了什么事 好 不 不告诉 说了不告诉她 就不告诉她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管 你们朝阴你们自己的事啊 姐 我不想看到你现在 行 那我先走了 盛相 我有事跟你单独说说 你先走吧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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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or ер藝 我先走了 宝贝 老板 你还是给我在哪儿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么巧啊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着你来了 你不想见 当然见不着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我不生气了 真的假的 其实 我想跟你说 对不起 我 我知道我平时太强势了 我觉得你得听我的 我觉得那是为你好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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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的问题 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是我不 不争气 那 我们和好吧 好啊 那 那你以后别再跟我吵架了 那肯定不吵架了 这段时间真是委屈你了 你再坚持坚持 熬过去就好了 我知道了 对了 我昨天那个老乡啊 给我打电话了 说约我见面 老乡 就是那个说你收了红包 害你变成这样的那个混蛋啊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 他媳妇说人敢被欠了 他也是接受不了 我是能理解的 他再激动 他也不能乱喷啊 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找你干什么呀 他没说 就说找我有事 你现在非常时期 别为我们事动气 你们两个离婚证一扯 我这心里就没着落了 邱阳他 他会找到比我更合适的 他和杨柳重新走到一起 也说不定 我就 我觉得我最近太累了 你就算是再累 也不能放弃啊 盛夏 你以为感情是恐龙让利呀 姐夫 邱月 你怎么来了 邱阳给我打电话 说你姐在医院呢 他还说什么了 别他都没说 让我抽时间过来接你的 他说我为什么进医院吗 说你肠胃不舒服 邱月 肠胃不是小事 你自己多注意啊 那我先走了啊 姐我送你 不用了 这剩下不用送了 不用送了 我来 我来 帮帮 白总 慢点 慢点 邱月 杨医生 盛夏 你有时间吗 没有什么 alter 我去哪儿 vacation 你去哪儿 乱谁家训练 你去哪儿 那时候她的公司遇到危机 她姐姐跟萧伯伯逼她结婚 只有她有了婚姻以后 才会给她融资 而我 因为我自身的原因 我要在我身体还允许的情况下 有个自己的孩子 我们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现在 契约可以结束了 所以我们就离婚了 我们就离婚了 可是我看到的你们不是这样的 在我们这段婚姻关系中 我们谁都没有想过 再往前走 其实 从你回来以后 我真的能感觉到 邱阳心里 从来没有把你放下过 不是 剩下 你听我说 其实我这次回来 从来就没有想过 再要去打扰到邱阳的生活 我也是这么做的 只不过这段时间因为一些事情 我们两个才不得不有了一些接触 但这真的不是我的本意 而且 我还没来得及跟邱阳说 我打算回日本了 我父亲过世之后 我在这里再没有什么牵挂 也没有什么再留在这里的必要了 好吧 不管你将来去哪儿 我觉得我还是有义务 把我们离婚的消息告诉你 还有 不管你将来 跟邱阳能不能把你们从前的感情捡回来 我的任务完成了 好了 我要说的话说完了 我先走了 邱阳 邱阳 不早了 要不一起吃个饭吧 外面的饭我吃不惯 味精太多了 要不你坐下来聊聊 咱俩多长时间就没见面了 我跟你有什么可聊的呀 那你最近还好吧 好不好用得着跟你汇报吗 你别在我这儿烦了啊 邱阳你离婚的事已经叫我烦死了 是啊 我也是万万没料到 本来好好的给 盛夏过生日怎么就过到民政局去了呢 没其他什么事 我打地先走 不不不 有有有 我觉得咱俩有必要好好谈谈了 果果来视频了 说吧 果果说了些什么 谱阳 你瘦了 拖你的服务 我胖了五斤了都 你胖点我也就放心了 说呀 果果到底跟你聊了些什么 果果就说想我们了 前几天 他在美国发烧了 想和你熬的粥 果果 是 熊悦 咱俩就看在果果的份上 你别再跟我蹊跷了 这么长时间呢 我一直反思我自己 确实是我的错 真的 你别说这些空洞的话了 我是真的有点累了 真的想回去休息 你先别走 我还有事了 我再给你两分钟 够了吧 够了 那个 我听邱阳说 你要报复咱们家住了 你一个人在那儿住 我也不放心 想叮嘱你一起去 对了 我都记在小本子上了 你看啊 我想起什么就写了点 咱家牛奶快到期了 你回去以后把牛奶给续上 送牛奶那个小王 电话我都记在小本子上了 想着回去给打个电话 还有就是 我在网上给你买了点盖片 本来是想记得邱阳那儿的 结果你这回去 反正我开个地址就行了 你回去呢 到吴云那儿和盖片去吧 晚上 睡觉你退老抽筋 盖片别断了 还有没 家里米饭没了 得麻烦你自己到小区里头去买 还有 还有 过过生日马上就要到了 我想咱们俩是不是 拍一点祝福的视频 给他发过去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视频 你答应了 等我状态好点吧 师傅停下车 哎 姐 你怎么领这么甜一袋子呀 你去上班啊 邱阳这几天我回家住 所以 我就回自己那儿住了 他都把那些重的东西 都给我运过去了 这清 没事我来吧 不行不行 医生嘱咐了 你现在啊重点保护 我帮你领着我送你 走吧 师傅 好嘞 盛夏 你要是真的对我好啊 你听我的 你和邱阳把你们俩的问题 放在桌面上谈清楚 有什么事不能谈清楚的呢 我先送你回家吧 姐 你们俩太冲动了 那要不 你先送我去金宝街吧 好啊 你别送我了 你现在肚子里还有一个 是重点保护对象 必须得服装的 你是要去找姐夫 我是为了果果 那个 他生日 我要给他拍段视频呢 看来你们两个 要有回暖的迹象啊 喂 果果 知道 是为了果果 来了来了 赶紧泄鱼了 来 来 来 泄鱼泄鱼 我已经上齐了 而且那鱼啊 我觉得在那个市场买就行 那个老板我就认识 来客人了 秋月 盛夏 张成龙 你给我一个解释 就一个 秋月 你千万别误会 思思是这家餐馆的老板 原来你在这个女人的餐厅里打工 秋月姐 我跟你没那么事 以前的确是我打扰你们了 那段时间 我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 那会儿我就把成龙哥 当成救命稻草一样抓住 这次我请成龙哥过来 纯粹是因为他的厨艺 对 没测试 秋月 我跟思思就是 纯的雇佣的关系 之前我辞职了不是 一切都清楚了 你们继续切磋 秋月姐 你别扶我去 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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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 秋月 你别走啊 你听我解释 张总 这段时间我真是瞎眼了 我原本想原谅你 甚至打消了离婚的念头 我心里想着我肚子里这个孩子 是上天赐给我们第二次机会 我想多了 什么孩子 姐刚查出怀孕 已经三个月了 你不配做她的父亲 我这个蠢人也被你一骗再骗 也不配做她的母亲 不能让这个孩子承受婚姻 破裂的痛苦 我们之间 游戏了 秋月 行了行了 我来吧 姐 谢谢大家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相遇 不是相遇都能在一起 要经过多少等待和忧郁 才下定决心不要再分明 太多爱一直是埋在心底 终于全部拿出来给你 开始惦记 追你的惦记 也不再漫长心不再想你 慢慢爱上了你 慢慢离不开你 才发现这世界如此美 慢慢离不开你 慢慢变成了你 变成了那个最真的自己 慢慢爱上了你 慢慢离不开你 不孤单浮沉在这时光里 慢慢离不开你 慢慢变成了你 变成了那个最好的自己 你 慢慢变成了你 慢慢变成了你 慢慢离不开你 才发现这世界如此美丽 慢慢离不开你 慢慢变成了你 慢慢变成了你 变成了那个最好的自己 慢慢离不开你 慢慢变成了你 变成了那个最好的自己 变成了那个最好的自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